冷气团南下 大陆内蒙古娃新疆等地区都下起了大雪 而山东呢则是有人不顾警告 跑到水库结冰的水面上面凿洞来钓鱼 没想到钓到一半的时候冰破裂掉了 一行人全部被困在冰窟里面 受困的钓客坐在轮胎上 企图靠自己的力量滑出冰窟 但不平的冰面却让他当场后翻 跌进水里 上午来了以后啊 还是就是同学给他们这个浆含滑 就不出来 无同于终 原来包含落水的男子 一共有七名钓客 在当天跑到水面结冰的这个水库 凿洞冰掉 虽然水库的工作人员曾劝阻他们离开 但这群钓客就是讲不听 最后冰面融化破裂 原本的路也被水淹没 一行人就全都被困在冰窟之中 看你说啊 都是你的呀 救援人员出动挖土机 经过多次尝试 才终于解救了这七名钓客 而由于强烈冷气团南下 大陆多地的气温降幅都达到10度左右 除了内蒙古 新疆等地区大规模降雪 上海市区27号也降下小雪 重庆跟河南则因为冬季出现严重大雾 导致各地意外事故频传 记者总统报道